本分岐於6月23日執行火路群火 發現一段影片在火路流程內容是一名男子遭住民男子池困犯毆打 本分岐立刻展開調查 發現這個案發日期是在6月24日在本分岐轄區 有六四大人接著一棟公益前 內容是一名男子遭住民男子池困犯毆打 經警方調查後控制被害人程序男子發明新案情 該男子就是在6月20日 因透過通訊軟體聯絡看某工作室前往消費 造成消費糾便 然後聯繫洪慶等致命男子前往對被害人做回歐的工作 這個部分本分岐調位電視器與車追人 已經有採握弘姓、戴姓以及張姓等詹女協判到案 全案訊後便會依取法法外資訊罪 還請雲林提前處來做個偵辦 另外本分岐在這邊呼籲 絕對不依取任何私下的暴力暗示已經脫網的行為 對於任何的脫去行為絕對強制執法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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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 做出口來加強靈點群遞 遇有不法絕對嚴加群遞 以進化社會治安 這個兩隻棍棒 就是我們查核的張黎幻璇 他們自動加募出來的 在當日做案用的棍棒 分別是一隻金色的基礎棍棒 以及黑色的電線膠條 這個部分就是持這些鑽工具來撥打被害人